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俄罗斯的背景下 热两国针对北海道海域 鲑鱼遵鱼的鱼货量上限 以及日本必须要支付给俄方的合作费用内容等已经达成了协议 金融时报 中国房地产企业缩减香港业务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因为现金短缺正在出售香港的房地产 导致香港的土地销售 办公室 租金等都受到影响 BBC 英国食品价格上涨 四月增幅创下新高 英国食品价格持续上升 研究机构指出四月的食品价格比一年前增加了5.9% 增幅创下了11年来的新高 我是吴亦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 赶快加入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按赞开启小铃铛 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